年始攻略这么火,里面的很多老熟人,也被大家发现了,比如眼高贵妃的是妖神里的四慧,燕锦绣的是镇魂里的红姐,燕光姑姑的是张子怡的嫂子英婿,不过下面这位肯定很多人被认出来, 演员表里显示她叫张天玉,角色名是珍珠丽妃的宫女,可能比起本名,大家对她的某英号更熟悉,小小的记记没错,就是前段时间凭借老公老公喵了走红的那个彩虹毛衣女孩,那首歌是这样唱的,老公老公喵了左边一个喵了右边一个喵了嘴巴一个喵了老公老公抱抱,我要公主抱抱,飞起来的抱抱转圈圈的抱抱,想起来了吧, 现在这个姑娘去掩涕了,不过摄像机里的她和某英的她差的有点多,你觉得这是同一个人吗? 简直了,日常模板直播平台强大的时层边脸滤镜,那里面的张天玉,完全是小仙女来着,又性感又甜,动态也很可爱,结果延续攻略播的时候,竟然没人能认出来站在女主旁边的是她,估计是自信问的人太多, 张天玉自己还发微博说,别猜了是我,顺手翻开了她的相册,很想问一句她究竟是怎么做的,在每一张照片里,都长得不一样的,网红和演员之间果然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红沟,不止张天玉, 大部分线上走红线下跑去演戏的人,都得面对颜值幻灭的现实岁,地上线的新版流星花园,也有一位之前很红的日系小网红深演,她叫丽佳琪,不看演员简介的话,你能想起她演的是谁吗? 公布答案,山菜的好朋友讲小优鹅,画风还是差挺多的吧,在丽佳琪还是网红at小于姿子的时候,她走的是日系小清新路线,不仅经常在微博上写真,还演过一些广告,就算流星花园,要把它塑造成平民窟打工呢,但前后气质也差太多了吧, 微博里是日系模特,一上镜就变路人了,然而流星花园还不是她第一部作品,丽佳琪之前还演过无法拥抱的你,艾克里里,大家熟吧,她年初也接了一部戏,叫风神之天启,橘子群独家福利,关注橘子娱乐微信公众号,Julia可关注起来吧,虽然里里不是靠美颜圈的粉,不过在里面的造型也太,男生, 曾经的豆瓣女神,靠下面这组写真走红,后来她走出网络上了天天向上,整个人大画面,立马被贴上照片的标签,再后来男生就开始接戏了, 比如简进奇缘在比如楚乔传她演这部戏的时候,就已经跟之前长得不太一样了,总感觉哪里怪怪的,可能跟霸心和妆容有关,懂她有点像阳盈盈,也就是周世明的老婆,张欣愿,第一代豆瓣女神,一字没有,大红唇是她的标配,2008年一级名为马尔代夫假期的照片开, 时受到关注,她从豆瓣出道,但很少人知道其实她是正儿八经,从中西表本表演凡科毕业的,如果不是网剧这写长安,估计她还是大家眼中的女神, 她在这部剧的扮相实在太辣眼睛了,妆容也让人接受无能,黄灿灿就不用多说了,她应该是最早掉皮的那批网红了,曾经是五大笑花,也是传说中的樱花女神, 后来上了天天向上和奔跑吧,M站在世界张子莲身边这张简直被潮出天际,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网红去演戏,都是大型调替现场,有几位还是不错的,比如咪咪,大唐荣耀离,静田身边的深女祖辞,探视的时候,侄子终还感叹,古方剧里终于出了一个高颜值的宫女,而且演技也在线咪咪市场杀人, 毕业于Ti音乐学院声乐系,因为和小苹果安琪尔拍摄的一组照片,走红的餐厌大唐荣耀前,她就已经被选为电视剧《瓦卓尔》的女主小耳朵,当时还跟电影版的扮演者陈独龄,拍了一组烧圣尼尔的照片,还不错吧? 张雨昕她在《亲爱的公主病》里不仅言之在写,演技也是有的,宋威龙,早期的微博认证是模特,身材资质可以说非常好了,走红后先给了刘正,还残演了《半腰青城》,我与你的光年距离,本人走出滤镜前后似乎也没太大差别, 不过她也有自己的死角,就是不太适合演古装剧,偶像剧,青春剧,那都是没问题的,至少颜值完全能hold得住,就目前来看,网红变现的方式除了开淘宝店,就是走到线下当艺人做演员,很明显hold者的难度会更大一些,跑开演技不说,脱离了直播平台的各种滤镜,究竟还有多少人能做到直面高清深? 这相机不被说照片了,最后一句你比较看好谁,橘子军独家福利,关注橘子娱乐微信公众号,Juzeer快关注起来吧,ZN的脸则声明,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